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世界之最频道 每个星期给你说一些世界之最 世界那么大翻开世界地图 今天让我们来谈谈 全世界最贵的十所国际学校 在旅途开始之前 先请您按下下方的订阅按钮 完成了吗? 那我们接着聊 再穷也不能够穷教育 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为人父母者不惜杂重金 送孩子到国外就读贵族学校 进名校的好处很多 然而也不是随便都能进 除了要成绩好 钱也要够多才行啊 以下就为你送上 全世界最贵的十所国际学校的解说 在送孩子入学之前 先用眼睛体验一下 在全世界最贵的国际学校 就读的滋味吧 第十名 英国赫特伍德豪斯学校 每学期费用75,000美金 赫特伍德豪斯学校 创建于1970年 是英国唯一一所 专为16-18岁学生 提供课程的私立全技术学校 位于英国自然风景区 英格兰 萨里郡的萨里山内 校园东西两边 环绕着英国最美复苏的 Gartford和Docking两阵 赫特伍德豪斯也是个 孕育艺术和创意的天堂 在艺术和学术上 都有很高的声誉 他拥有英国最大最专业的戏剧部门 是全英国唯一所拥有 音乐戏剧课程的中学 著名校友包括好莱坞巨星 艾米利·布朗特 以及动画电影《狮子王》编曲人 汉斯·寂末 他凭着《狮子王》 荣获奥斯卡和金球奖 最佳电影配乐奖 第九名 瑞士·布里蒙国际中学 每学期费用 七万五千美金 学校创立于1882年 地点位于 有如天堂般美丽的城市 洛桑 校园拥有 占地一万三千平方公尺的大公园 可俯瞰日内瓦湖的 优美景色 还可以将阿尔贝斯山的壮丽 尽收演言 学校坚守体能与人文教育 注重大家庭式的学习氛围 也会为学生提供精彩的课外活动 学校老师经常会带着学生 到附近的森林 骑脚踏车 慢跑 滑雪 湖冰滑水等 到了周末 学校会根据不同的季节 举行各式各样的运动会 如高山滑雪 跳伞 爬山 探岩等等 第八名 瑞士美国学校 简称Tasis 每学区费用 七万五千美金 Tasis作为欧洲最古老的美国学校 地点位于瑞士南部 阳光明媚的 儒家诺山坡旁 该校创立至1956年 这所学校 能令全世界学生和家长 慕名而来的最大吸引力 是这里的教育制度 是以哈佛大学的教育体系 作为教学课程和教育理念 在国际教学领域中 有举足群众的地位 据说 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学生 可以荣获全世界知名大学 100%的录取率 在课外活动方面 学校为学生提供 非凡的教学项目 也会举行各种游学团 学生也有机会尝试 为期一周的滑雪体验 此外 也会鼓励学生参与各种文娱活动 甚至是 AC米兰足球计划哦 第七名 思考全球学校 每学区费用 七万五千美金 你的三年高中时光 都在干嘛呢? 思考全球学校 把全世界当作课室 让学生再三年的高中时光 在十二个国家旅行 透过旅行进行深度的学习 与体验 了解该国文化遗产 学习新技能 也必须要学会 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友好相处 塑造学生的世界观 和家族观 2010年 纽西兰裔旅行摄影师 乔安·麦克派克 在美国纽约 创办了这所 被称为世界上 第一所旅行高中 学校创办之初 因为学校管理规范和办学过程透明 获得了美国非盈利组织 评估机构 GuyStar的非盈利组织认证 在2016年 通过美国西部学校 和学院学会的五年认证期 进一步认证了学校的学术能力 第六名 玫瑰山国际学院 美学区费用 七万九千美金 玫瑰山国际学院 建立于1889年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前生是一个考试研究所 位于Upstein最高峰和博登湖之间 为学生提供一个平静优美的学习环境 建校120多年来 学院以正统履义教育 文明世界 学校除了通过学术教育 也会通过各种严格的自律训练 培养和塑造出举子得体 行为优雅的性格特质 让学生学会如何应对 和解决日后的各种社会问题 传统的卢森堡舞会是该校的特色之一 每年家长和学校的校友 都会从世界各地来到圣嘉伦参加 精彩的卢森堡舞会 每年都会给予参与者留下难忘的回忆 第五名 瑞士来新美国学校 美学区费用七万九千美金 学校是由美国的Fred和Sigrid Ord 夫夫在1960年创办 这里也是瑞士第一所美式国际技术学校 学校目前由家族第三代成员负责管理和运营 几十年来 学校的办学理念都在传承家族培养创新 富有人文关怀和责任性的世界公民的使命 瑞士来新美国学校以美式教育理念 结合欧洲严谨的教育机制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跨文化体验和优秀的学术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的高中校区原只是充满历史性建筑物 Grand Hotel 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 世界级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夫妇 印度圣雄甘地等人都曾入住过这间著名的酒店 第四名 瑞士莱蒙国际学校 美学区费用八万一千五百美金 莱蒙国际学校是一所全日制技术学校 建于1960年 如今是瑞士最大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四人贵族学校 莱蒙两千多名学生来自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 因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环境 而被称为技术学校中的联合国 校园位于世界名城 日内瓦城江门湖的威尔苏瓦小镇上 校园优越的地理位置 可以让学生的假日节目过得非常精彩 能于夏日在日内瓦湖划水 冬天在山上欣赏雪景 除了学术教育 学校也有八十多项社团和课外活动 值得期待的是学校的帆船活动 学校坐落在美丽的莱蒙湖边 学生可以通过帆船活动来锻炼团队合作 不再畏惧湖水 并从中取得自信 学会合作 对他们的成年后的帮助不可估量 第三名 瑞士布索里贵族中学 每学区费用94,000美金 瑞士布索里贵族中学建于1910年 是瑞士最有名的国际技术学校之一 背后的半校集团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贵族教育集团 诺德安达教育集团 就读的学生都是非福其贵的名门望族 且不少都是欧洲的王室成员后裔 真的就是公主王子齐聚一堂的感觉 虽然学费昂贵 但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就读的 学校每年都会限制入学人数 申请者的英语表达能力 面试表现 各科比试 国内成绩 老师推荐性 以及个人和家长的陈述结果 都是最终是否能够成功入学的评估因素 如生堡大公爵长子 纪扰姆王子 赤子 菲利克斯王子 和第三个儿子 路易斯王子 F1赛车手 亚克维伦纽夫 瑞士奥林匹克滑雪比赛铜牌得主等 都是这里的校友 第二名 瑞士爱格隆学院 每学期费用95500美金 瑞士爱格隆学院成立于1949年 坐落于瑞士爱尔卑斯山脉藏 行政区跨属于法语村庄 学校Villas 学校希望能发掘每一个学生的潜能 培养学生成为正直 诚实 坚韧 资历 身心健康 体贴和服务他人的人才 除了提供最好的教学课程 爱格隆学院的设备室 有各种爬山与运动工具 学校会鼓励学生进行各种户外运动 从中培养学生的信心和冒险精神 中学部的学生要获得毕业文凭 美学期必须要完成两到三次高山探险 包括攀岩 皮花艇 露营旅行等长期探险 学生也必须在露营旅行 学会各种露营技巧等 作为学费最昂贵的学校之一 这里的校友也是非福则贵 包括希腊公主 塔提亚娜 前谷歌首席财务官皮埃特罗多瓦 丹麦公主 塔提阿娜 演员米吉尔吉尔等 第一名 罗西学院 每学期费用10万美金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全世界最贵的学校 罗西学院到底贵在哪儿 创建于1880年的罗西学院 是瑞士最古老的斯利贵族技术学校 可以在罗西学院读书的学生 肯定都是皇亲贵族 上流社会 富二代等 比利时国王 阿尔贝二世 伊朗国王 巴列伟 摩洛哥王子雷尼尔等 都是这所学校的校友 罗西学院拥有两个校园 一个是占地28公顷 位于罗勒的14世纪城堡庄园 主要开设春夏季课程 另一个是位于阿尔贝斯山脉 滑雪圣地 START开设秋冬课程 让学生可以在冬天学习滑雪 校内除了课室 科学实验室和医疗中心外 还有13多个游戏室 10个网球场 3个足球场 1个橄榄球场 18栋高尔夫球场 吃鸡场 游泳池等 学校更拥有一艘11.6米长的游艇 和一个容纳到1000名观众的豪华音乐厅 另设有马术中心 建树馆等 设施应有尽有 让学生体验到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 并学习18班武艺 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 好了 以上就是全世界最贵的十所学校 不知道你最想报读哪一间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讨论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世界之最 赶快按下订阅按钮 并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我们下期见